Darkness J Control 哈囉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Warframe 四刃 PE 這一把武器的配置 好 那麼首先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配置 首先呢 四刃 PE 它的配置 我推薦是這樣放 那首先我們架式採用的是 無名制裁 這邊不放秋風陸越跟果斷裁決 主要是因為無名制裁 它的平A 自帶強制切割與強制衝擊 然後再加上它的高倍率高達700多%的DPS 所以說 這邊推薦無名制裁 那同時 無名制裁也是四刃最強的架式 就跟皇家拐刃的至尊讓人一樣 就是 都是架式強得很誇張 所以說 這把武器才那麼厲害這樣子 好 那至於秋風陸越跟果斷裁決呢 他們的傷害倍率低了很多 就是沒有像無名制裁那麼誇張700多%啦 好像大概四五百吧 所以就沒有推薦了 然後他們的強切也沒有像無名制裁 就是有強切 然後又可以傷害倍率那麼高這樣子 好 那首先我這一張放的是異況超量 就是增加我們的機商這樣子 再來這裡會建議放極進猛圖跟創口圖欄去疊連擊流 然後這邊建議放一張劍鋒P去改善手感 然後放肢血去搭配極進猛圖做到一個良好的搭配 再來這邊我是配病毒切割 主要是因為這一把武器它的切割占比是非常的高的 衝擊跟穿刺只有9 那基本上我們觸發拉高拉上去 基本上它很容易去觸發到面板的傷害中的切割 就很容易觸發切割 那這裡我就是比較偏向走病毒切割啦 就是我的切割會比較多的那種 所以說我這邊就不放熱兵打擊P了 不然其實放熱兵打擊P也是可以啦 大概就是砍個5刀中有一刀切割 然後它架式再多給你一層切割這樣子 但是我這邊是這套配卡是比較偏向掃圖用 所以說都是推薦大家 就是乾脆直接放病毒就是晶元素就好了 就是不用放熱兵打擊P了 然後這樣子我們一開始初始的狀態觸發也可以比較高一點 然後疊起來也會更容易觸發切割 然後可能切割就是大家常常會看到它有10幾層這樣子在那邊切 好那麼這邊攻速卡我選擇放的是狂暴P 那如果沒有狂暴P的各位也可以放個加速去疊連擊速機率 或者是放個角鬥士前置啊去多加它的暴擊機率 或者是放狂戰暴怒 主要是因為這把武器它本身攻擊速度高達1.08 所以說我是覺得放角鬥士前置 然後砍起來已經差不多了 就是它的架次的時間蠻短的 砍起來收感也不錯 那你再加個速攻附你其實就差不多了 所以說如果比較推的話我會推薦角鬥士前置大於加速跟狂戰暴怒 如果你有負能的話 那如果你沒有加速負能的話 那我還是覺得你放狂戰暴怒 或者是你不想殺怪再加速也可以放狂暴P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先給大家看一下這把武器的傷害是如何 那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我玩四刃的時候 如果你住氣沒有要帶其他的話 我會建議放帶一把大九合弓 那大九合弓裡面可以塞個MOD 病核糖蟹不一定要 但是你可以放個病核大九合弓 這樣子讓我們四刃類武器會有額外的生命偷取 這樣我們就可以邊砍邊回血 然後那個負能潮你可以順便放一個主要選手 增加我們的連擊機率這樣子 不是連擊機率啊 連擊持續時間啦 這樣子 好 那麼先讓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傷害是如何吧 那傷害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就站著平A 不要按走A 走A是這樣子 那平A是這樣子 我們就按平A 然後 要趕點 我好像已經不小心砍到了 然後要趕點路的話可以用 那個 格檔 等一下 換成金套 格檔 然後加走 攻擊 格檔走攻擊 這樣可以滑行 那我們如果抓好一點 我們其實可以這樣子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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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一直滑 一直滑步一直滑步 然後去做移動這樣子 那我們大概就是 假設我們離怪有點有油 我們可以這樣格檔滑步 然後去 就是按著平A這樣子 那傷害大家可以看到它非常的痛 非常的誇張 對 好 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去實戰 砍給大家看吧 好啦 那麼現在讓我們來到了 虛空鋼刃的殲滅 那就給大家看一下這把四刃P 它的實戰效果是怎樣吧 那基本上我們也不一定移動都是拿這個刺藥攻擊去移動 不是吃藥攻擊 也不一定是要拿著 滑 滑步這個 格檔走A去移動 我們其實也可以平常這樣移動 就看各位的習慣手感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把武器傷害是很痛的 那由於我們裝了劍封的關係 劍封P的關係 所以我們 也不用太貼近啦 就是手感會變得很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血量基本上就不會掉 主要是我有裝上 並合大九合弓那一張MOD 讓我可以一邊砍一邊吸血 那你相對的生存能力就會變得很好 就好了許多 然後當然我們就是看到怪 然後滑步過去 然後砍他 然後4NP 他傷害是很痛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沒砍 砍個幾下怪就死了 那這次的影片 我會跟之前的一樣 就是 只要 就算我打完了 但是還沒有五分鐘的話 我還是會等個五分鐘 等一下我黑出來 然後 給大家看一下這把武器打消了黑的效果 有沒有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 就算在砍卓越走上面 也是非常的痛 就是傷害非常的足夠這樣子 然後連擊不易掉 主要是 第一個我有裝主要選手 再來就是 我有帶N磚這樣子 所以大家會看我的連擊 基本上都是維持在12 然後剛好可以讓我們的 極進猛毒和串口 會讓永遠寶石的 最大化的加成 大家可以看到他砍重型槍手一樣 傷害很痛 就是單純靠他的切割 其實就 就是足夠把怪切死了 那如果怪都很接近 我們其實不用用滑步 主要是 WARFRIM他 裡面的近戰 他會自己吸怪 就是自己去找怪 所以我們就只要一直揮著我們的 我們就只要一直戰力平A 基本上 他就會自動去打怪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就算 衝到一群人中 我也不會死 主要就是 大酒和弓的 那個效果 併合大 併合大酒和弓的效果 那張卡佩四刃 真的非常的好用 就極力推薦 如果想要 玩四刃P的 各位 可以去 主武器帶著 併頭的大酒 可以帶著大酒和弓 這樣子 砍起來 呃 就是 你就不用特別擔心 自己 沒有血的問題 好 現在時間差不多也 才剛五分鐘 我們就稍微 繼續砍怪 來 等小小黑來嗎 雖然已經殺的人數夠多了 好 那麼小小黑剛好出來了 接下來就給大家看一下 四刃P在打小小黑中 是什麼樣的效果 好 這邊 看小小黑一型換位一下 好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基本上 只要小小黑不突然間 有個什麼高額傷害 我是可以這樣硬扛著 跟他 互相吸血 對啦 那我的黑咖哩 是只有 裝 三張 暗影卡 基本上就可以這樣扛著 跟他一直 互相吸血 然後互相看 那 傷害 其實 因為我裝的是 兩張金元素 所以傷害其實 砍起來沒有很痛 單純傷 就等於說他的傷害 完全就是依靠著他的切割 去打傷害 那像小黑這種限制觸發的 就 變得沒有那麼的吃香 就是 變得沒有那麼痛 這樣子 那他拿來清 普通的清土 掃冠 這些來講 是還蠻好用的 好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一個大大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也幫我按下你的訂閱 並且記得打開你的小鈴鐺 那各位如果還有什麼想要看的 WF的武器 或者是戰甲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區告訴我 那我看到了之後 我就會把他排入我拍影片的行程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掰掰